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新一期的时光故事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上海滩最后民远的故事 曾经的复旦校花八十四小姐 两人丈夫都是外交官 一百一十二岁的高龄还化着装 穿着高跟鞋 人称民国最后的红颜 实在是够神奇的了 这一期的视频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好了 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刚刚从中国获释的加拿大人康明凯 近日现身多伦多街头 据National Post报道 康明凯在多伦多市东区的一间理发店理发 与理发师谈效风生 他还来到了一间药房接种COVID-19疫苗 受到了药房店员的鼓掌欢迎 报道称 康明凯和同时获释的斯帕弗 不仅从一场痛苦的磨难中幸存下来 现在还成了不同寻常的名人 9月27日周一 康明凯的妹妹打电话给他预约理发 只说他叫迈克尔 还提到他自己还没有手机 Kingston Barbershop的理发师维希说 当康明凯戴着口罩走进店时并没有认出他 维希周二接受采访时说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手机 他转向他的妹妹说 我要告诉他整个事吗 他的妹妹说 为什么不呢 维希称他花了40分钟为这名前外交官做了头部按摩 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 他还透露 康明凯告诉他 过去三年在那里从美里过发 他们只是剃刀剃他的头 维希说 我说没问题 我会照顾好你 维希形容 康明凯精神状态非常好 很积极 很坚强 很健康 他还在脸书上发帖说 我知道他 但是从他本人身上听到这个故事 让我感到震惊 我很确定 这将会被写进书和电影剧本里 能通过我的手艺 欢迎这位先生回到加拿大 我感到非常的幸运和荣幸 同一天 药店Lower Pharmacist 在其Facebook网页上 发布了康明凯的照片和一段视频 显示这位轻瘦帅气的前外交官 走进药房时 店员们鼓掌欢迎 药店的网页上说 今天我们很高兴 为康明凯接种了第一剂 COVID疫苗 我们为你回到加拿大感到高兴 店方表示 发布这些信息和照片 已经得到康明凯的同意 并转述他的话说 我想让所有人知道 疫苗是对抗这个疾病的最好方式 房地产界 经济学家和金融业界 都将加拿大在疫情期间 飞涨的房市 归因于极低的抵押贷款利率 而央行行长承诺 2023年之前不提高基准利率 也为房市的买家们送来了定心丸 然而 B某银行的最新预测指出 加拿大的抵押贷款利率 恐怕要比之前所有的预期 都要更早的到来 抵押贷款的上涨将会直接影响 房地产市场的交易 也会让很多已经买了房子的人 在利率上涨之后 背负更多的月供还款额 随之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深远影响 B某的这一预测 绝非空穴来风 而是根据贷款利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债券收益来判断的 加拿大债券收益率飙升 意味着抵押贷款利率提升 将更早的到来 分析指出 全球债券利率正在攀升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 将直接推高 抵押贷款利率 统计显示 加拿大政府 五年期债券的收益率 在昨天达到1.096% 比一个月上涨了26.25个基点 债券的收益率 比一个月前高出了约三分之一 由于债务产品相互竞争 不断上涨的债券收益率 会贷款抵押贷款的利率 B某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Robert表示 加拿大政府五年期债券 对五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 会有很大的影响 随着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行压力 再次出现 五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的上涨压力 也同时出现 Robert补充表示 在2021年初 当固定利率开始攀升后 由于债券市场的利率回落 使得固定贷款利率 再次停止上涨 根据最新的预测 加拿大债券的收益率将大幅上升 与今年早些时候不同的是 最近这次债券收益率的上升 被认为不是昙花一现 而是经济复苏在国内的正常上涨 此外更重要的是 通货膨胀正在上升 而且看起来将是一种长期的状态 B某认为 这些因素将推动 五年期加拿大政府 债券的收益率 在2022年上涨40个基点 这几乎是一个月前的收益率的两倍 尽管收益率依然低于通货膨胀的水平 但这足以推高抵押贷款利率 这将迫使固定贷款利率逐渐升高 并超出低于2%的范围 锁定抵押贷款利率时 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B某银行建议 如果您正打算购买房产 则需要考虑利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更新贷款须约的客户来说 则可以保持光望 因为利率的变化可能会带来一些机遇 Robert认为 虽然长期看来 加拿大的抵押贷款利率依然相对较低 至少在加拿大央行加息之前 依然会保持相对的低位 可能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 低于通货膨胀率 然而过去几个月 经济学家一直在呼吁加息 这让很多贷款业内担忧 加息可能会比预期来的更加突然 温哥华市民莫瓦萨萨吉 曾多次违反公共卫生法 在温室中心的一个顶层奢华公寓单位内 经营临时夜店 BC省明市充公办公处表示 有意没收这价值300万元的顶层公寓 根据9月24日向BC省最高法院发起的 明市没收诉讼 用于购买或维护这个顶层公寓的部分或全部资金 是非法活动或非法活动工具的收益 这间1100英尺的公寓 位于温室Richard Street777号Telos Garden 分别于今年1月、3月和8月 被莫瓦萨萨吉无视新冠疫情限制 用作临时夜店 温哥华警方在1月31日 街报前往现场 发现单位内有78人 还有一个DJ电台 以及莫瓦萨萨吉名下一间 名为Even Clean Service Inc.的公司 出售大量的酒类 举办派对的公寓所有者42岁的莫瓦萨萨吉 因违反公共卫生令 于今年3月被捕 4月莫瓦萨萨吉在承认违反法院命令 不遵守卫生官员命令和非法卖酒后 被判入狱一天 罚款5000元 缓刑18个月 他也是北施省第一个因违反公共卫生法令而被判入狱的人 一个月后 BC省民事充公办事处处长开始对莫瓦萨萨吉采取行动 要求他交出在1月突袭检查中缴获的约9000元 据称该公寓8月曾被用于举办6个大型派对 每个派对有86至191人 而当时卫生命令规定 室内最多可容纳50人 警方于8月29日突击搜查了该场所 并再次发现了酒类及销售收据 9月24日由民事充公办公处总监 威廉姆的律师签署的没收文件称 莫瓦萨萨吉于2020年11月登记成为该公寓的业主 首付支付了95.9万元 根据BC估价局的记录 该单元于2020年8月21日以295.9万元售出 文件称 莫瓦萨萨吉曾是一名理财规划师 现职业不详 2017年因伪造签名 而被加拿大投资行业监管组织罚款27500元 2019年2月 该机构又发现 他在宣誓声明中误导执法人员 该文件称 莫瓦萨萨吉的兄弟艾利 在2005至2016年期间 曾四次因贩毒而被执法部门调查 并且与已知的有组织犯罪成员有关联 他的另一个兄弟是温哥华的一名律师 文件声称 莫瓦萨萨吉作为清洗非法活动收益的一种手段 购买了这个物业 他们用足够的合法收入来支付买房的首付或偿还债务 近日 两份最新的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排名出炉了 这个榜单向人们展示了世界范围内 最适合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城市 一份是对2021年的总结 另一份则是对2022年的展望 让我们来对比看一看有哪些城市榜上有名 Study是一家专门为学生提供留学咨询 并协助学生寻找最适合学习的地点的公司 该公司根据城市的租金 生活成本 电子设备的价格 互联网速度 年轻人的百分比 大学排名 食品级 人身安全 以及言论自由等因素 公布了适合留学的城市指数 并发布了2021年最佳留学城市Top100榜单 排在榜首的是日本的东京 其他位列前五位的城市 依次是墨尔本 首尔 魁北克 以及阿德莱德 值得一提的是 几身前三位的城市中 就有两座城市来自亚洲 进入榜单前十位的 有四座澳大利亚的城市 除了位列第二和第五的墨尔本和阿德莱德 还有位列第七和第九的帕斯和布里班斯 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 进入Top10最多城市的国家 表现上 加的还有美国和加拿大 分别有两座城市进入前十位 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位列第六 是除魁北克之外 另一座进入前十的城市 美国的休斯敦和匹斯堡 分别位列第八和第十 温哥华在Top100的全榜单中排名第20名 指数显示 温哥华平均租金超过2000美元 生活成本为1150美元 并拥有两所一流大学 多伦多和沃泰华仅次于温哥华 分别位列21和22 多伦多平均租金接近2000美元 生活成本超过1200美元 拥有3000顶尖的高校 沃泰华平均租金略高于1600美元 生活成本接近1200美元 拥有两所一流大学 而另一份由QS发布的 2022年全球最佳留学城市榜单 是基于位置的可取性就业机会 再读学生的意见和负担能力等一系列指数 作为考量的标准 其中所谓的可负担性 则考虑学校的学费 消费水平 电子设备的价格 以及生活成本 位列榜首的是英国伦敦 总分为100分 前五位 依次是慕尼黑 首尔 东京 以及柏林 其中首尔和东京并列第三位 德国有两座城市进入前五位 表现不俗 而首尔和东京再次挤身前三名 看来是普遍认可的最佳留学城市 排名第九的蒙特利尔 是加拿大进入 全榜单的六个城市中排名最高的 其实是排在第13位的多伦多 但多伦多的负担能力指数 在加拿大城市中最低 其学习和生活成本 比排名第18位的温哥华还要贵 好了 以上是本期搞完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